Hello 大家好 我是Sunny 今期我和Abby來到中山石旗街 即是在華法雙刀旁邊 華法雙刀旁邊的公寓樓盤 叫自創空間 剛剛也提及到華法雙刀 這裡我先帶大家看看 這裡和華法雙刀有多近 順便看看周邊 因為這裡算是一個石旗 即是中山一個柳城區 所以往那邊看看 這周邊可能更多 是一個舊居民區為主 舊居民區為主 那這裡 自創空間這邊 可以拍到自創空間這邊 整棟可以由下面拍到上面看看 整個空間有一個新的 在舊城建的一個新的公園 這個公園 給大家一種創業的空間 加上樓上可以做一些公寓出租 甚至是自己買來住 都方便 因為這裡周邊是柳城區 我們往那邊走一走 那邊直走出去就是中山路 中山路再過去就是華法雙刀 我們先走一走 現在看到那些車 是不是有些亂停亂放的感覺 柳城區就是這樣 頭路規劃 就沒有新城區的城市面貌 就沒有這麼帥 這裡是實話的 但是在這個位置周邊 就不欠缺陪投 四大銀行就直接在這裡後面 這裡後面 在自創空間的正對面 這裡都有一個公寓來的 柏羽 青少年之隔 我們往這邊走 那個是以出租為主的 這些都是一些創業中心 一些舊改的項目 因為在城中心 已經沒有新的土地供應給大家建房子 這些小小間的都會做紫砂壺 小小間一間就是做這些生意 一城區就不欠缺人流 至於做什麼生意 做什麼創什麼業 就看自己去選擇 就像這些 一些青少年創業的中心 走快兩步 腳短走不快 腳短就長長一點 像這些大家會不會覺得很殘舊 這邊這邊 但是舊區就是這樣 舊區就是這樣 舊區就是這樣 那邊走 我們走去華發商多給大家 體驗一下新區 這些文具店 為什麼這裡有文具店呢 對面有學校 有學校就有些大型的文具店 其實這些文具店 你不要看它小小的 不要看它這麼舊 裡面的東西 裝得很齊全的 這邊 OK 我們繼續走 這邊走出來就是中山路 中山路這裡的公交線路會比較多些 對面就是體育學校 看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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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車 因為都是迎合體育學校 這邊都很多那些 體育健身器材 按摩椅啊 那些健身設備啊 這裡就有得買了 有沒有那些老石旗街的feel啊 大家 那些車不是太吵嗎 其實這些車不會太吵的 因為它呢 開機的那個時速會比較低一點 在石旗街這裡 這條橋 走上去 再下橋 就是華法雙刀 接著呢 在柳城區呢 還有一樣東西 是很多的 就是這隻 這隻 大家知不知道是什麼 新能源的共享電單車 啊 電單車本身便便宜的 一千多元到兩千多元就有台的 但是呢 這些共享的呢 更便宜 啊 如果共享的更便宜 更方便 不用自己去充電 不用自己充電了 要用就手授個馬 駕駛電單車 往東邊一走 你和廣場 那輕鬆廣場 那那個 那個 那個華法雙刀 就不用駕駛電單車的了 但是可能要駕駛電單車呢 就去那個 國際酒店 就是我們 如果香港的朋友 回來這裡 就在國際酒店下車的嘛 國際酒店下車 再坐回來 就比較近一點的 OK 怎麼樣 開機位 有問題嗎 啊 不看了 OK 前面就是華法雙刀了 糟了 看到樓梯 我怕我走走走走喘氣 可能我比較肥 很少走路 近期都是駕駛車會比較多些 尤其是之前 都 之前沒有跟 沒有做回房地產這行 都是駕駛車車多 會比較多 很少就走路 好像這些摩的樓呢 我的感覺就比較親切的 對面其實對面這些都是公寓單位 當酒店的形式 OK 我們先走樓梯 走樓梯就不要說那麼多 我怕我喘氣 拍照周邊的環境給大家看看 HAPPY小心點 HAPPY小心點 裡面華法雙刀 要不要走進去給大家看 大商場 駕駛車 不過駕駛電單車這條路 開不開到上來都是一個問題 走路建議都是步行過去雙刀 很曬 這裏說拍照 給大家看看車流量 可以說在中山 是很少這些那麼塞車 或者車流量那麼大的地方 因為這裏就是柳城區 OK 邊走邊看 這邊往南呢 這條路 這條路叫月台南路 四大銀行拍不拍到啊 四大銀行這個方位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 因為前面這條路 兩邊就是四大銀行來的 OK 這裏呢 都是算一個舊改行目來的了 這裏以前呢就是中山的一個叫吉之斗雙圈 吉之斗雙圈 現在就倒閉了了 倒閉了在對面開 搬了到那邊華法雙刀這邊開的 這裏呢 這裏呢以後有一個新的一個規劃的一個 新的一個地段 新的一個地段 只會這裏做得 可以說做得更好 走到對面看看 這裏呢 這裏也看到自助空間那裏少少 這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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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華法雙刀了 那這裏呢 這裏呢 我們也不和大家看華法雙刀了 我們回去看示範單位 OK 我們先看看這個示範單位 這個示範單位呢 是這裏最大了 34平方的 地下一層 地上一層 那我可以進來 都是做一房的一個設計 那現在看到呢 這裏一入門 右手邊這個方位呢 是做了一個小的一個廚房位 因為這裏呢 是公寓單位 不給明火的 所以只可以做一個小的一個主食爐的一個位置 那這邊左手邊呢 這邊這個就是洗手間位 洗手間加洗澡房的一個位置 這裏呢 可以說已經是通了水的了 那整個空間這個空間其實是夠用的 那往這個方向呢 可以App給你進去看看 往另外一個方向呢 就是一個MODE 位 MODE 位 整個洗手間這個位置 我覺得都是夠用的 好像這邊呢 這些洗手台 這裡呢 OK 這些 這些 手工可能就比較差一點少 但呢 它整體配備 好像這些鏡櫃啊 這些全部是做好的 全部都是膠標 OK 我們翻出來 嗯 翻出來呢 這邊就會 這邊都有 翻出來 Ebby你站那邊 那邊拍過來的 我應該不怕反光 不怕 OK 在那邊拍過來 就停這裡 轉身 我現在這個位置剛剛入門 入門之後發展商做了一個櫃給大家 如果這個櫃不夠用的情況下 這個樓梯底下 都可以做回那三個櫃 做一個收納空間 這邊就是餐廳位置 餐廳位置其實都比較舒服 這個單位 整體樓高是4米1 但是它做了隔層 大家覺得這個高度怕不怕 壓抑嗎 我的身高我的體型 1.75米 加上這裡 應該是1.9米左右 1.9米左右 這個空間 可以說如果整個房子都是這麼高 就可能比較壓抑 但我只是一入門在這個位置 感覺都還可以 這個廳有幾闊 這個位置 在比企到最邊位 給大家感受一下 這個廳是比較闊落的 樓底高度是直接就中空 廳沒有做兩層 現在看到這些傢俬 加電就全部大裝修 全部大裝修 這個單位呢 多少錢啊 37萬多 三十七三十八萬 相信在網上 或者在YouTube 甚至是其他一些 拍攝過這個樓盤的單位 他們報價呢 有些是報十幾萬 有些報二十幾萬 那為什麼我們 我今期跟大家說的價錢是三十幾萬 差不多四十萬這個單位呢 因為我們可以說 扭扭實實 跟大家去報 因為之前呢 這個發展商 之前是賣過的 這個單位 屬於一些 舊改出來的一些 公寓單位 之前有些是按無批價來出售的 有些小的 沒有那麼光爽 採光面沒有那麼大的 有些小黑屋的一個感覺 那些單位如果是不太裝修 十幾萬二十萬都有 但是好像這個單位呢 為什麼這個單位 我們37、38都拍這個單位給大家呢 後面 後面這個方位 這裡是贈送了一個 近三十平方 應該是二十幾平方的一個單位 這個陽台 由那邊 現在站在這個位置 到這邊 陽台的位置 七米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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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七米長度 那麼寬度呢 就三米 三七就是二十一個平方的空間 有些博主都會報到三十平方的空間 這個空間是全贈送的 這個位呢 可以放過乒乓球台 或者是在這裡種花花草草 種菜都可以 種什麼呢 可以走出來看 旁邊 旁邊已經有入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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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這 這邊這戶應該是住了 這邊這戶應該是住了 掛了燈籠的 可能是當寫字樓 或者是自己用 這個應該是當公寓的形式來用 工作室 當民宿房之類都有 最前面那裡 已經有個陽光棚的形式搭出來 做了一個玻璃房 外面就中了一些蕉 看到嗎 我們去偷蕉 相當於我們現在站在這個位置 我這邊看 相當於我現在站在這個位置 如果我覺得這個房間 做到一個房間的 那我這裡 就做個陽光棚 做出來這個位置 那這裡就是單獨做的房間 都沒有問題的 因為這個位置是全贈送 全贈送 那剛剛提及鬥呢 怎麼 走回來了 走回來了 外面太曬了 剛剛提及鬥呢 這裡三十多萬 因為這個樓盤還有一個 八萬元的團購費來的 八萬元團購費 所以有些 可能有些 視頻播出的 是三十萬出頭 甚至二十六 二十八 是真的 真真實有這些單位 但是呢 你買到下來 可能就要加多八萬 這樣記下來 就去到三十幾萬 那我們呢 可以說說 Peter的教育 有這句 說這句 這個單位 是賣多少錢 我就跟你說 多少錢 因為呢 香港粉絲朋友過來 例如我們大陸 可能在網上 在YouTube 已經看好這些單位 那我來到現場 突然之間 跟你說 還要加多八萬 還要加多裝修費 十幾萬是不帶裝修的 你是怎樣想 你是沖著十幾萬來看 想買這個單位 但是來到現場 是不帶裝修 不帶私家電 但是我跟你說 是帶光的 那你就會比較 可以說第一個 不要說自己心情的一個問題 那 還有一個來回的距離 可能大家過來都不容易 還有這些 綜合方方面面 大家就會比較 覺得 我們這邊會騙了他 那我們呢 就不會 我們好像 按Peter的說法 就是 只要你看看 看好我們拍的視頻 拍的視頻 覺得OK的 帶定定金過來 那 現實 和我們拍的影片 一模一樣 那買不買 就是你的一個決定 就不會說 存在那個差異 訊息的差異 那樓上呢 樓上是做了一間房的 Abbie 你走上去拍一拍吧 樓上是 樓上是 我剛剛走過上去 就是 樓上是 一個床位的一個位置 就不會說 做太多的空間 大家看到嗎 完全就是一張 米八座的床 因為這個單位 如果住的話 都適合一個人 或者兩個人 住的 不適合太多人 在這邊住 剛才阿珊 阿珊 都上了來 米七五 站上去的話 都還未到 樓上 只可以說 剛剛好 就不可以說 太闊爪 但是 你說 實用就完全實用 沒問題的 那這邊 就說回一個問題 就是公寓 公寓單位 大家買不買得過 為什麼 要買公寓單位 那 講到這個樓盤 或者 Abi 找個地方坐下 這個樓盤 剛剛我提及到 公寓 為什麼我要買公寓 我買公寓 我買來做什麼 相信很多 香港朋友 甚至一些粉絲朋友 可能看我們這個頻道 都是看那些 退休養樓 甚至是 買來度假養樓 那些單位 就是可能 三十幾萬 我給一個首期 我可以買一套千尺的單位 甚至有些零首期 我用來慢慢供的單位 都可以 那我為什麼要推薦這個樓盤 為什麼還要把公寓樓盤 推薦給大家 因為這個樓盤的位置在哪裡 石棋 是 中山市中心 屬於柳城區的位置 石棋街 石棋街 我們這個項目 斜對面 剛剛不知道 在外面露台的時候 大家有沒有留意 直接在斜對面 大概兩百多米 就是中山的一個華法雙刀 華法雙刀 如果是自己走路過去 應該是五百多米 走路過天橋 對面就是華法雙刀 往東面 往東面過去 就是中山的利和廣場 再往東 然後再往北上 就是中山的駕駛廣場 可以說 在地處就是中山最核心的一個位置 周邊 不要說什麼商場 全部都可以去得到 那香港粉絲朋友 怎樣過來 我們這個位置 可以坐回香港到中山那些直通巴 傳統去開的那個國際酒店 甚至在利和的京華酒店 那邊都會有上落車點 在那兩個位置下車之後 步行走路過來這邊 大概都是十幾分鐘 非常之便利的 那如果你說我下車之後 我還不想走路了 那我坐的公交 坐的打的滴滴 這裡都是一個起標格 非常之近 那這個項目呢 除了推薦那個位置口 因為我們剛剛提到 為什麼我要買這些公寓單位 第一個位置口 就是這個位置非常之厚 那位置口可以買來做什麼呢 第一個我自己用 自己用 可能相信有些朋友覺得他太小 但是小有小的口 我的空間利用是非常之厚的 那我搞衛生又簡單 那還有呢 我的實用率 就是我始終住的人不多 我可能住這單位就是兩個人 最多就是兩個人 那我兩個人來說 就不需要整間房子 整間房子這麼大 那你會不會覺得整間房子 有些空虛有些寂寞 空虛寂寞的感覺 說話也有回聲的 那這些單位就不怕了 比較溫馨一點 好像我在樓上睡覺的 那我太太在樓下已經住了 好過早餐了 就叫我來吃早餐 叫了一聲就鬥了 就不需要去敲門 有去行等 反正就不需要這麼大的位置 這裡就小小的 溫馨一點 那客廳做一個中空 這裡拿來就算有朋友過來坐一下 甚至加上桌子 空間是完全夠用的 那另外呢 這個單位呢 還有一個贈送一個露台空間 那我退休養樓 這些單位適不適合你呢 這個養樓可以說 就非常之適合的了 尤其是呢 上了年紀 我喜歡種一些花花心醜 甚至是買些那些 拼搏箱啊 用來種菜啊 不知大家有沒有那些 反撲歸根的感覺 回到鄉下種菜 種菜自己吃 這就是非常之養樓的 那個叫養生 這個單位 如果你說買來養樓呢 那還有一點呢 買來養樓呢 我最關鍵就是 周邊的配透口 配透口 醫院啦 甚至是商場買菜 什麼都方便 那第二個點 我除了買來養樓 如果說多幾個月 我買來到的呢 這單位就不合適了 不合適 即是不合適 它不是適合你這麼多人 那另外呢 還有一種方式 買這些買來收租 因為三十幾萬呢 可以說 非常之簡單 大家都可以說 都可以拿得出來 那三十幾萬我買這單位 這單位 這單位 這個項目 是有酒店託館去收租的 好像這個大小小的單位 可以租到一千五元一個月 為什麼這裡可以租一千五元一個月呢 就是因為這個位置 柳城區 隔離左右 我們身後面這條路 叫越來南路 我們國內有四大銀行 總部就在這裏 中山的四大銀行 總部在這裏 有幾多總部的辦公人員 他在周邊需要住房的 那住房的一個人 住這單位就適合了 下樓就是商場 轉個彎就上班 是不是 那這單位還可以買來收租 如果收租之餘呢 就自己度假 那你說公寓買不買得過 就見仁見智了 很多人都擔心公寓以後 轉手難了 沒有人住 那這些完全不是問題 因為我位置在這裏 那如果你說 我真的十分之抗拒公寓了 那這集就當大家 看看我們的表演 或者當電視節目這樣播過就算了 因為公寓單位不強求大家 說一定要買這單位 我都不是說強烈推薦大家去買 只不過呢 是覺得在中山城區 寫成中心的位置 有這麼好的單位 始終你說一放了廳又夠用 還有這麼大的陽台 那另外小小小的 那些26平方那些 這個單位就33平方的 還有小小小 26平方 那些單位 我們等下都拍了 那個示範單位給大家看 可能那個單位呢 你又買來自己住的 我倒不如加多幾萬元 買這個單位了 OK 那我這裏都不說太多了 可能大家都嫌我囉嗦了 我們去看那個單位 OK 我們看看第二個單位 在第2個單位之前呢 先帶大家走這一段 這一段可以說 其實大家都見到 有這麼多戶 那麼多戶呢 這個項目呢 它在石旗的柳城區那裏 我可以問一下 為什麼買得這麼便宜呢 就是因為都有原因的 它樓層就只有四層 只有四層 那一層呢 就差不多一百貨左右 差不多一百貨 只有兩個電梯 加兩個樓梯 所以這裏來說 可能就相對會密集一點 但是這裏就屬於它 你說這些缺點可不可以接受呢 就看回你要不要在這個城中心去買樓 那這個單位呢 就26平方 和剛剛看的可能區別呢 就不會太大 入門 這邊廚房 這邊洗手間 進來這邊的客廳位置 就直接在全中空的了 全中空 全中空的客廳位置 影影 廚房學和衛生間 其實和剛剛的單位 是沒有什麼區別的 沒有什麼區別的 那這個客廳這個位置 那這裏呢 就沒有剛剛贈送的一個陽台 那這個單位 這隻單位呢 都有朝南朝北向的 那個全通風的 通風採光的問題呢 其實都不大 通風性就可能會差些 但是光線就非常之好的 那Abbie轉個身上樓上影影 轉個身上樓上 玩先 這個樓上呢 就和剛剛一模一樣 做了一間房的 我站直 怕不怕太壓抑啊 大家先站直站直 站直站直 站直不怕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怕不怕好壓抑 我還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 就不算太闊長的感覺 但完全可以告用的 OK 我們翻下去 這些細節會做得比較差些 這些位置 見不見 這些摺口會做得比較差些 不過都不怕了 始終一萬 算下來 是一萬一到一萬二元一方 一萬一到一萬二元一方 一萬一到一萬二元一方 帶了全屋的家司加電 可以說 可以說 買了即買即入住 買了 這邊是現樓現證的 可以扮演 就不需要擔心其他問題 這個單位 然後 始終我們拍攝 就是把最真實的一面 帶給大家 口不口 自己會決定 當然 我們都會提供我們專業的分析 什麼客戶群體 會買我們這個樓盤 它是因為什麼原因 會選擇這個樓盤 我們都會有 可以一一地和你們說 如果覺得我拍這些視頻 大家都覺得我們講解 都可以 那個專業度 就可能和別人純 那些專業度 可能就未必給得上 但是 可以說 在中山買樓這個版塊 始終 我們中山本地人 有這個 相對絕對的優勢 中山本地人 身份證號 44200開頭 就是純正的 中山本地人 所以 在中山買樓 我們就會 給回一個 專業一點的意見 給大家 如果是覺得 我們拍些樓盤 大家都會比較認好 可以加我們的微信 加上我們的微信 跟我們約個時間 出來看看樓 不局限於我們拍這個單位 好像我現在 和你們拍的 是自創空間 但是你想看中山其他公寓 可以連繫我們 甚至 去看珠海 也可以連繫我們 住宅 或者是 你覺得我想在大灣區 我想買一套單位 自己買來養樓 或者買來投資 如果你是純投資的 就會往馬甕島那邊 去介紹 去推薦給你們 如果你說 我又想住 又想升值 又想保值 還要解決些 配透問題的 中山城區哪些 會好些 如果是純讀書 東區是最好的 如果按照那個配透來講 西區的一個 綜合來講 都是不錯的 這些中 綜合方面 可能我建議 就因人而異 每個人有每個人的需求 我們就可以把你們的需求 我們解答給你們 然後 還有一樣 都要強調一下 如果是跟我們看樓 我們全程 就可以做到有專車接送 如果你說 可能我家人 或者我先生 不方便 載你們過來看 那你就可以說 坐車去深圳 去深圳 可能我們就麻煩一點 不少了 如果是說 坐回那個大巴 廣珠澳大橋的大巴 去往珠海方向 因為我們公司在坦州 如果往珠海方向 經過出了廣珠澳大橋行運 我們都有專車接送你們去看樓 那看樓的過程中 還會說 譬如你探討一下中山的美食 或者是來到石棋 你想吃什麼 我們都會和你安排一下 OK 還有 跟我們公司買樓 就可以說 有個粉絲回贈 可能這邊 這邊置送空間 可能置送空間的回贈 就不多 就5000元 如果是其他樓盤 像坦州的樓盤 我們都會回贈 一台新能型小車給大家 OK 如果是 都是比較認可我們 就給我們一個拉 OK 這裡就補充一個 屬於樓盤的缺陷問題 可能很多人聽到這個問題 就自己掉頭走的了 我先說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就是 這塊地 這塊地 現在剩下的土地年限 只有17年 只剩下17年 是什麼概念 17年之後要拆 17年的房子不是你 這裡就補充一下 剛剛提到 這裡就是 基本上公佈商業就是40年 有些50年 有些70年的產品 那 是我們國家的一個物權法來講 現在 不要說你幾多年鬥期 往上這裡 這裡 它就是補土地差價而已 補回最低15元6一平方 不得於最高是不超為5位數 直接補 我就當它最高的位置來講 最多就是拿1萬元出來 就可以補回土地年限 即是逐期 然後我們這裡出的 是出那個房產證 是那個永久產權的 即是那個根據 這裡大家讀讀了 讀讀給大家 根據物權法 物權法第12章 第149條 這個大家可以上網去搜的 這個物權法 非住宅 即是我們現在這個商業 商業期滿之後 逐期就根據該土地 土地上的房屋 以及不動產的歸屬 有約定的就按約定 沒有約定的 就是按照法律法規去保 即是如果它拆的 它就賠錢給你 如果不拆的 它就跟你逐期 就這麼簡單 然後這裡 所有的證件是齊全的 現樓現證 買了樓 它就可以跟你即時去辦證 辦證大概三個月到半年來 然後便可以送給你 OK 這個問題就補充到這裡 大家自己去斟酌 因為是我的概念來講 現在我們內地 不要說哪個樓盤 所有的產權都是通的 所有產權都是通的 都是永舊產權 只不過所謂的40年 70年 甚至現在說的17年 就是土地使用年限 不是你家樓的一個直接用的時間 是土地的性質 因為政府拍地的時候有個時間 OK 這個問題可以說 我個人認為 就是小問題 如果大家有什麼其他意見 加我明信 跟我詳細去斟酌 去了解這個問題都可以的 就單單了解這個問題都可以 不一定要提樓 OK 我們這個樓盤 周邊 你看 二十幾萬三十幾萬 買的是哪個位置 這裡 不知道大家拍得清不清 或者是鏡頭就拍這裡 這個位置 對面 走出來 對面華發商督 這裡 對面華發商督 南邊 四單銀行 南邊四單銀行 這邊就接回去 中山的博外路 博外路全程 沒有紅綠燈 一直接回 就是心中通道 接著我這個方向走 一直接回 心中通道 這裡 周邊 往東邊 剛剛提及鬥的 利和廣場 在這裡過去 利和廣場 裡面有的 驚華酒店 這就是一個 可能上落車的點 這邊 旗江公園 旗江公園 這裡有 旗江公園 就是國際酒店 國際酒店 國際酒店 OK 那麼大的方向 可能就不跟大家說太多了 那麼今期的節目 都拍到這裡 大家如果是有興趣的 或者有興趣想來看看 就準備一下資料 準備一些現金 過來給個訂 是不是 然後就加我們 如果是有興趣 加我們微信 我們就帶你過來這裡看 然後再講多次 再講多次 然後再買 不多不少 有些現金匯贈給大家 可能這個樓盤少些 其他樓盤都會有 OK 那麼今期的節目 就到這裡 和大家西哥拜拜 拜拜